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8号 卢干斯克地区应急部门表示 初步数据显示 此前一天发生在当地的 天然气干线管道爆炸事件 极有可能是蓄意破坏的结果 卢干斯克当地应急部门8号表示 目前天然气管道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 正在恢复对用户供器 7号 卢干斯克地区卢图吉诺 一处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 并一度引发大火 没有人员上网的报告 事故造成 当地约1.3万用户 供器暂时中断